想比较,比如做其他国际业务的,做其他大企业业务的,和你们想比较? 你们的收入怎么样? 不,你们隐性的我不说了,你们大概比较一下,你们的行列应该最清楚,大家比较一下。 所以我们要给小微信的让利,我们做那个小微信的量化,利率一定要比大企业要低的。 是,那么你们的收入怎么样?我以前问你们的收入。 个人的收入。个人的收入。个人的收入怎么样?和做其他业务的,个人的收入想比较? 我不想比较。差不多。 是不是当着海老不敢说啊? 这点一定要做到啊,就是做普惠金融的,和做其他业务的,特别是做大企业的业务的。 你这个考核机制要做调整,我们已经调了。调过来没有?调过来的。 调过来的。你们要明白,就是,行列要不调,你们要提出来调。 哦,天主耶! 而且为什么要,我有这个理由说,让你们调呢? 因为国家财政给了支持,给普惠金融有特殊的支持。 所以你给他们,平等的待遇,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,也是运用了国家的财政的支持。 对他们是优惠的待遇。 我们不完全是为了这个物质的激励和奖励啊,更重要的是你们担的责任。 因为中国太大了,我们这么多人口的就业靠什么? 主要靠中小企业。中小企业的发展靠什么? 很重要的支柱,普惠金融。 请听,大家好! 谢谢!